今天正好是劇集極度貴卡的宣傳活動 一眾主角拜神祈求工作順利 提到撤死的臨時演員 浩湘和張震朗都心表軟識 覺得很突然, 心裡說 所以我跟這個戲裡的其他演員都說 不如我們做一點心意 做一份白金給他家的人 現在聯絡他家人的動作 就交給監製處理 拍劇雖然辛苦, 不過這次是喜劇 浩湘和震朗在劇中還要搞笑的 這隻絕對是開心得多過辛苦 吃完之後, 有沒有回味至今嗎? 回味至今又不用這麼久吧? 吃到這麼久了 對, 我吃一隻大粉醬, 只是回味至今 吃一隻大粉醬, 只是回味至今 吃一隻大粉醬 吃一隻大粉醬 我來見你 是… 很開心, 我覺得那一場戲也很開心 我跟浩湘姐拍完之後 我們回到家裡還會說 她發給我, 我很久沒試過拍一場戲 是這麼開心的 我回到家裡還在笑 他會這樣說 會不會從此愛上親男生的感覺呢? 很多男生都會轉 我相信絕對不會 不過如果可以再親一次, 也可以 再親一次嗎? 不如現在再親一次吧 你好像你這樣吧 對, 我想直擊一次 那就要看《極途怪卡》吧 劇中還有七位女角暗戀豪想 但沒想到一眾女常 都覺得自己沒什麼機會 七個女生圍著她 對 但其實她對那七個女生 都不及得對陣郎這麼說 對 絕對不是我們的問題 絕對是她們的問題 我覺得簡直是要向阿Long學習 看看她身上有什麼可取之處 霸霸她 就是可以作為一個男人 也能吸引一個男人, 是嗎? 對, 作為一個男人 也能比七個女人吸引力 對…